中文字幕 李宗盛 夏总 早安 别看了 还没用 你说他一个人躲到房间里去了 一时空间很模糊 刚才在他小时候的一个房间 我怎么叫他他都不出来 那这怎么办啊 强行把他拽出来 不行 那就只能是帮他把问题解决了 这些炸弹后来被挪到哪儿去了 据说被拿到海上去引爆了 海浪炸起三米高 按说这个炸弹 跟林淑瑶身上是一样的 应该是一致的 要不然救护车也不可能被炸了 那你来这儿做什么 东西已经全被清空了 我来看看有没有什么关于炸弹的线索吗 如果能找到炸弹的来源 凶手的名字我就知道一半 炸弹的线索 怎么找 一般只要不是家里自制的炸弹 都会有固定的设计模式 在主要的部件上也能找到他们的型号和编码 一个炸弹有这么多体系 孩子 你不懂得躲着呢 那可是你要查出型号跟编码 得先有个炸弹才行啊 你 你 你什么时候藏了一个炸弹 拆弹之后 警察来之前 可是 这 这 放心吧 没有启动器 它应该爆炸不了 应该 我的意思是说 爆炸概率低于百分之三十 百分之三十 百分之一也不行啊 可是你要找线索 我就要把它拆开 如果我要把它拆开 你就要把它给爆回去 凭什么我爆 你以为我负责拆啊 你要是想换我也没意见 那算了 那个是什么 这不是我藏的 幸好屏蔽仪 好像是 但哪里又不太一样 我说那天来仓库 手机没有信号了 拿回去一起看看 这个不能放早安家 我家也不行 那放哪儿 我去拿工具啊 不许你做任何伤害我女神的事情 还有不许你做任何危险的事情 明白吗 明白 要了 这个 算了 没爆炸就行 现在我们从源头上解决问题 我能帮上什么 你买保险了吗 你买保险了吗 我不记得我哥有没有给我买 那你回家吧 这个会把我炸死吗 不是你 是我们 你真的能靠拆炸弹 找到它的根源在那儿吗 虽然只是根据我的推测 但我觉得这应该不是用家用成分自制的 而且这个晶体管看起来价格不菲 应该是可以追根溯源的专业用品 那到底是谁会给的这个东西 你不是说他有个帮手吗 邱子明 怎么了 我只是觉得 以邱子明的格斗技巧 并不像一个普通的跟班 你觉得林书瑶的死和他有关系吗 他俩不可能没有关系 我甚至认为 邱子明才是那个最危险的人 你要从他查起 但是从目前来看 和邱子明唯一有关联的人 也只有林书瑶了 如果我们能有他们 互相联系的细节的话 应该能有不少线索 他们两个 一个偶像明星 一个电路工人 怎么会有联系啊 你不能这么想 如果让我去选一个 能为傅小静去死的人 我会从他的狂热粉丝中甩血 狂热粉丝